周易偉和黃敏逸早前到日本尋找絕美食堂 拍攝由他們主持的感動味蕾美食餐廳100強 《關西篇》 節目會在7月1日逢星期一至三晚上播出 Jarvis和敏逸這一天宣傳的時候 回味起這個旅程的美食 都異口同聲說不敢上榜 有沒有磅過回來之後重了多少 真的沒有 沒有重過 不是沒有磅過 不是磅吧 你預計是重了 對 真的不是磅吧 這樣嚇自己 不敢上榜 不想 不過自己很多年都沒有磅 因為看著磅數太大壓力了 有時我覺得看上去健康 或者是異形了角色要瘦一點 那便瘦一點 最重要是鏡頭 但正常 其實自己有做運動都不會太誇張 既然都知道要吃好東西 所以便搬出去不管了 在家裡放一個磅很浪費的 對 不用的 不會的 敏逸很開心 和拍檔及團隊很快打成一片 拍攝期間雖然密密吃 但敏逸還未夠飽 要捲弄捲辣賺食 一有機會 當然是去吃多會 證明他真的是一個吃貨 因為他真的喜歡吃東西 才會在… 我已經吃了三間很美味的東西 他聽到有一個拉麵在附近 很美味 不理會,我先衝過去吃 所以這真的是真正喜歡吃東西 真的要吃到才行 都吃到的 即是等於你的戶口是有錢的 用不用出來的原因 對 這麼美味,就算幾把也吃下去 對 另外一個很合適的就是 我們兩個都是飯桶 然後我們真的會因為那個飯而覺得非常之感動 而且是突然間你會看到他 這樣瘋狂了 我的臉用扭曲了 真的感動到想哭的樣子 即是那個狂色 我們現在是感動 但我們配音看自己的樣子的時候 那一刻就有點驚動 真的每一間都有各有特色 然後反而是對他的印象特別深刻 可能我被那條鰻魚嚇到 那間店舖我又會很深刻 是 阿扎和敏逆今次挑戰一個月的拍攝 幸好兩個人手度合作就默契十足 很快就真情流露 而且互相都有很多搞笑的難夾 我有時對著他去說話的時候 我真的不覺得他好像平時對著甚麼 即是對著我的朋友的時候 那個樣子 出來 那你有沒有臉上來 沒有,他不臉 他很臉的 是嗎 不是,其實… 你真是大洗超 不是 我們對著壞人才會臉 是嗎 是呀,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也想不到自己原來有這麼多難夾 表都沒有 他知道自己有難夾 我覺得 只是沒想過在節目中要比較 我沒想過大家覺得這麼好笑 哈哈 你有沒有想過有機會 自己變成女版的方東星 不會吧 哈哈 這麼好笑 會不會太好笑 你就是根據王敏逆 嘩 嘩 嘩 他都不猜 大家看看這個節目快點 麻煩了 你就要嘩 他不會太過分了吧